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个单元我们来看 经络、阿世穴与原始点 经络、阿世穴与原始点 经络学说是中医重要的理论基础 更是中医外治法的理论核心 200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是有效的 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更传播到世界各地 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经络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了易于经络思维的阿世穴与原始点 而他们是否有可能补足经络的不足呢 经络的不足早在唐朝时的药王孙思苗就注意到了 有一次他用十四经的穴位治疗已患者的腿痛 经半月无效 于是他尝试避开患处一分一寸的在其病腿上掐视 另寻经络外的压痛点 然后下针方才见效 但次日痛点位置却变了 传说是在七天中变换了五个位置才告知语 阿世穴即使因压痛而得名 孙思苗认为它比经络血尾更为有效 由此看来 阿世穴疗效之所以更胜经络血尾 是因阿世穴属患处外的压痛点 且不被固定位置所限 并通过双方互动而确立 这与经络血尾的位置固定 单方推断 且无需确认是否伪压痛点 正好相反 那孙思苗里面还有一个就是 他发现阿世穴会不会变动 今天可能在某一处 明天又在另外一处 所以这会增加医者怎么样 更难找 所以我才说后继无人吧 那以我们原始痛点会不会变 它的位置会不会变来变去 会 但是怎么变都在 这个范围内很少超出 我们刚刚那一段 就有一段讲到这个 就在回答它 回答这个孙思苗的问题 虽然变 但大部分都在一个范围里面变 不可能变出那个范围 即便变出去也很少 我们说往上延伸寻找 穴位比较少 好 那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 像腰痛 我们要揉两侧的脊椎 对不对 脊椎两侧 那有时候我在按 是痛在左侧 明天按竟然左侧好了 竟然在右侧 你们有没有遇过 如果常常做 应该都会遇过类似这样的案 所以可以确定确实痛点 它有时候会变动 但我说的 不外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这个也是已经回答了 孙思苗这个问题了 那孙思苗很笃定的讲 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有跟传统的经络 穴位怎么样 很多找法处理 也不大一样 好 那我们进一步 再来看下一段 从阿世穴的发现来推断 经络穴位 也应是古人在实践中 归纳出来的位置 其目的也都是为了解除 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但如认为 其背后有实有的寻形路线 纵横交错周边全身 然后寻经而取固定穴位 那就形同刻舟求见了 这一段你看喔 我们说阿世穴的发现 我们来推断什么呢 位置 因为他也是找位置 对吧 也就是找开关 开关的位置 那他这里找法我已经讲过 他第一个要避开什么 患处 有没有 一定要避开患处 所以很显然避开患处 就是你不可能在患处里面 怎么样 找到答案啦 所以我说孙思秒最大的贡献 是把这个理论怎么样 更明确化了 原来答案不在患处里面 而是在他处 所以我们的经过学说 发展到孙思秒 已经很确定 我们真是穴位 或是阿世穴或是原始点 都是为了解决怎么样 他处底下 而非本处底下 那这一句话有没有人说过啊 只有原始点讲得很明确 那他只是找找法 那结果是为了什么 目的在哪里 就没有讲 其实目的就是解决他处底下 因为本处底上能不能解决 不能解决 按推开关 也就是电灯坏了 你开关怎么开 它都不会亮 很显然 这个是原始点 进一步又把它 从治疗中再更确定 但是从孙思秒已经把这个理论 讲得很明确喔 他是要避开患处 也就是从他处来解决 那他处能解决 因为以原始点我们已经知道 他只能解决他处底下 而不能解决怎么样 本处底下 那他处底下跟本处底下 这种分辨方法 是从哪里开始建立的 以前有没有人讲过 没有 这是进一步再把阿世穴 跟经络学说怎么样 进一步完善 更深入的完善 好 那这里也提到了 这些穴位的行形路线 如果你把它当作石油的 那就像柯州球剑 常常不容易找到答案 因为开关有时候 那个痛点一找出来 我说他是整个身体怎么样 全部运作起来 既然全部运作起来 他就不可能在一条线 了解吗 他就会变成比较立体式的 或管辖的范围就会比较大 因为他的刺激反应特别强烈 修复的体伤力量也特别快速 阿世穴正是突破了这种思维 所以校验胜过经络学位 既可说是对经络的发展 也可说是对经络的颠覆 阿世穴这种跳脱经络的创新思维 在原始点的应用中 在原始点的应用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以手臂为例 经络是由手三阴 手三阳六条贯穿风管 原始点则是由肩部 肘部两处分别涵盖 全部上臂与下臂 完全不需要区分路线 换言之 原始点的作用模式 与经络的单线式传导不同 它是立体式成片区的 如石头与水 水波必往外全面扩散 而非单线进行 因此不需要寻行路线的假定 也就不存在寻经取穴的问题 所以我这里做一个比译 如石头与水 水波必往外怎么样 一圈一圈扩散 它有没有办法直线跑来跑去 没有 没有这种水波的 所以这个直线式的跑法 几乎都不合常理 所以我们如果把经络这十四条 当作石油 以为它这样可以直线通来通去 那这个好像也以事实怎样 不相符合 原始点你看一按 它根本就是立体区域 它也没有一条线一条线 那阿氏蟹也是 它也不需要十四经络穴位 所以很显然 这十四条是有待讨论的 那我们再把后面三个的比较 也就是到底经络阿氏蟹 还有原始点 它们的优缺种种 我们做一个总讨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原始点 即阿氏蟹之后 又有什么新贡献呢 这可以从与经络穴位 及阿氏蟹的比较中得到答案 首先 三者都只是代表位置 但在分布上 原始点只分成一条脊椎 及七处 置为简要 经络则分成十二正经 认督二脉 及落脉等 并在这些经络路线上 分布着三四百个穴位 阿氏穴则无固定位置 其次 在诊断与治疗的应用上 原始点经按推其痛点 不仅可分辨病症之体伤位置 还可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经络穴位及阿氏穴 则无此诊疗合一的方法 此外 原始点可处理 其涵盖范围内的 所有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经络穴位 则需选配多个固定 但常属不同经络的穴位 以处理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阿氏穴虽然处理他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功效显著 却因位置不定 又无固定范围可循 故难以应用 最重要的是 原始痛点 亦属压痛点 且需避开患处 经按推确认 双方互动才能成立 所以疗效显著 这类似于阿氏穴 而不同于经络穴位 但它又有固定范围 此则 类似于经络穴位 而不同于阿氏穴 原始痛点的这些特性 不但解决了经络穴位繁多 且因单方认定 位置固定 及配穴复杂 以致疗效不定的问题 同时也突破了阿氏穴 似大海捞针 以致千年来 无法应用于临床的困境 并将诊断治疗与保健 融合为一 一学一用 极大简化了诊疗过程 所以原始点的发现 是继阿氏穴的创新思维之后 再一次为中医 为医学 开创出一个 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读到这里 你们如果读懂 那个意义非同凡响 它让医学怎么样 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去 那一片领域是潜新的 也就是它是 诊断治疗与保健怎样 完全融合为一的一个方式 这个是有史以来从未见过 你可以放开医学史 那你们会问 张医师那你何许人也 怎么可能在几年内 把它这样都找出来呢 你们会不会有这样想法 还是有人就在网站 消遣我的时候 张医师可能 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一个武林秘籍 然后他看了 哇 只有他有 我们都没有 所以他看了 哇 然后就把他结录下来 有这等事吗 那历来如果有这样的秘籍 也不应该只有我一个人看到 所以其实我只能跟各位讲 刚开始的原始点 没有像现在说一条脊椎七处 以前甚至十几处 二十几处都有 找了那么多点我怎么办呢 一一汰换一一挑选 也就是互相比较 但要比较你以为那么容易 我跟各位讲 非常难 因为他要有大量案例 然后你才能比较的出来 比如我这样说好了 小腿肚痛 我明明揉臀部 膝盖也可以好 脚踝也可以好 为什么毒毒那个小腿肚啊 就是患者感觉 没什么感觉 而且揉了很多患者之后 我记录下来才知道 真的有问题耶 照理他应该管一个区域 那这个小腿肚怎么会没有效呢 好 那只好怎么样 没有效你总要在找嘛 那找怎么找呢 只好往上找啦 我们不是都往上 屁股也揉嘛 然后腰椎也揉嘛 腰椎 感觉有效 但是效果又不是很好 直到往上背部揉的时候 有人终于说 这里很痛 所以我是经过很多的失败喔 然后慢慢才这样一点一滴归浪 好 这个有效我特别记录 这个是在上背部找到 那下一个呢 竟然也是在上背部 也许有左右侧的不同 但是大部分就在这个区域范围内 但是你知道 要找到小腿肚抽筋的人 你以为那么多啊 开玩笑 所以我是怎么找 好 前一两年找不到 那没关系 我发现有问题 那每一个人来喔 尤其有小腿肚痛的 我怎么对待他们 我奉为上币 来哇 百般 这样侍候他 然后希望他能留下来 给我实验一下 然后来的时候 我可不轻易放过他 来的时候全身推荣 哪一处都找 反正手脚什么 头部什么我都找 怕说错过开关你知道 这样慢慢归类 啊 我才知道实在上背部 你以为我是天众神才啊 一下子我就能够了解这种真相 没有的 是这样一个一个来的 好 那终于 好几个案例都同时出现在上背部 我终于确定 原来就是上背部 所以我就笃定的写下来 这一个是特别例外 但你以为手脚好找吗 不对的 我膝盖痛喔 光膝盖痛这个就找了很多 还有特殊点 你看膝盖骨 冰骨痛 我上面不是有一个特殊点吗 上面两侧 但我发现这两侧 其他的 比如 膝盖后面 这个就没有效啊 侧面也没有效 两边的侧面也没有效啊 觉得这样也不能称为 我多的大开关嘛 那我就又开始找 你知道我好不容易找出 那两条耶 哇 现在又要归零了 那只好我再继续往上找 诶 终于揉到同步 揉的都有效 我确定 那这样你以为很快找到 不对 这样过程中起码两年 但是两年过程中 不是只有找膝盖啦 就是还有其他的部位 也同时在找 那好 膝盖找到了 我就开始找 脚踝在哪里 我以为应该是 最有可能是在脚踝 因为我们终于有一个 伪中性 有没有 那我以为 最近的应该就是伪中嘛 那附近找啊 找骗了 反正还有小腿肚啊 拨来拨去 那个小腿肚啊 都快被我翻烂了 还是找不到它 那往大腿找 继续找 也拨不到 所以我怀骨痛哦 那个找可能时间更久 比膝盖发现得更晚 但最后脚踝我终于确定 原来 哎呀 千里寻它哦 都没有找到 原来还是在屁股 所以我最后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呢 哇 这个屁股哦 像一座小山丘 你知道 就有一点像苏世讲的 眼看成岭 侧成风 眼镜高低 各不同 不是如山正面目啊 只颜身在此山中啊 原来那里藏有这么大的宝藏啊 竟然这个所有的痛 竟然开关都在屁股 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人家讲 我是屁股专家 屁股几乎是什么 哪一处我都摸过啦 外侧内侧什么我都摸了 啊 终于摸到最后 原来都在骨旁 没有其他的 是这样找的 哇 你们以为这么容易 那中间就很好玩了 我想 咦 那这样说来 你看 脚有三处开关 一个是在臀部 对不对 一个在脚踝 一个在足背 那手应该对称才对啊 那我肩部找到 我就把肩部这个原始点 我当做屁股 手的屁股 那手的屁股 它第二个开关一定在哪里 如果对称 哎 应该 脚踝应该对手腕嘛 哇 所以我就在手腕找 所以早期我手腕有开关 你们如果翻到2006年 那里有三条线 有没有 有 那是早期的开关 那剥了也有效 也有效 可是发现总是有些效果不出来 还是很纳闷 如果有效 为什么只有管理这样一点点 那有些又似乎感觉不到那个效果 所以 哎 又不对称了 那不对称了怎么办 只好打破那个迷思 对称的迷思 重新再找起 然后这里手肘啊 几乎被也是翻烂的 什么哪里都翻 要不然怎么会翻到手肘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也没有穴位 也没有经络 那就拨到这一条线的时候 特别有效 但我跟各位讲 这里左右侧各有一条线 其实都有效 都有效 我也试过 但是我发现两条线再比较一下 哎 前面的 也就是靠前面的这一侧 比后面的这一条线更有效 我是经过这样 那你看这样 我讲得很容易 找得很困难 当时我太太就是已经奄奄一息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 如果我不赶快找出来 也许我明天我太太就挂了 我希望她快乐一点 没有痛 然后又能够活久一点 所以我急着把开关找出来 那种急迫性 比我在考中医师还要认真 完全头补 日以继夜在思维着 有时候连睡觉都还在想 到底开关在哪里 我应该怎么找 是这样的 然后最后手终于我确定 跟脚不一样 一定是在这里 但是在这里我又怀疑了 那脚踝会不会也不是真正的开关 所以又反复在 小腿部膝盖又开始找紧 最后确定找不到 我终于确定 是这样 那你们再想想看头部原始点 我本来找到这个额后 也是费劲千方百经 因为摸来摸去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 但是这一点我发现每次按都有效 但是如果在整骨下沿 整骨下沿是后面慢慢延伸的 我就发现 这里如果再摸就更有效 所以一点一滴这样摸手出来 那脊椎着法也是 这里痛应该在哪里啊 你前身摸啊 我不是只有摸后面啊 前身都找 我以为前面管前面 所以每一处都找 那找到最后我都不好意思 你病人来你怎么找 那有时候男病人 来他又没有这个症状 胸闷胸痛 或胸部脏痛的 你也不可能找得到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真的很辛苦 那最后确定 原来最后都在背后 那确定了之后 我终于确定 哇这个脊椎竟然管到前面 那背后的竟然也是在脊椎 那找到竟然脊椎痛也在脊椎 哇这个让我看到 哇原来脊椎是这么的重要 而不是人家讲 哎呀这个就是滑头夹肌线 哪有什么穴位 滑头夹肌线 离骨旁是0.5公分 你一根指旁 可能都不止0.5公分 你再这样放可能1公分 那跟滑头夹肌 因为我有一点位置的不一样 但是很多外面的乱传 我从来不会去反驳它 那如果滑头夹肌这么有效 那为什么没有人用呢 而且没有人提出 它的管理是立体式的 可以管前面 也可以管后面 而且可以管下面 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 有一个女孩子 头痛剧烈 连吃止痛药都没有效 来我这里 我按了 然后要揉整骨 我揉到那个皮都快破了 他还叫我说 医师啊你能不能大力一点 揉了满身 事案皮都快破了 还叫我再大力一点 我这个最大力的就是这样 最后发现 揉一个就很喘了 我下一个患者怎么办 所以这样下去 我说 那我这样一整天 只能看几个而已啊 这不是办理 所以苦思良策 最后想 好啊 那那个就好像 螺丝起子不行 那就铁锤拿出来用嘛 就是手肘啦 那所以你看 手肘拿出来用 我叫他趴着 然后自己找位置 早期哪有什么位置 就是自己找 他找 咦 怎么揉 怎么顶得进去 把位置揉出来 那顶进去 我说这样够不够 他说你今天力量很猛 可以可以 我才知道 哎 原来揉这些 有时候你不能只有用这个 而且脊椎也是 揉这个揉破皮啊 那个没用的 所以才知道 哎 这样也要用大工具 所以才慢慢把大工具发展出来 所以简单的讲 你们只要看揉颈椎 是拿这种铁锤的 也就是手肘拿出来揉的 只此一将 别无分毫 而且中间过程中 那个姿势改变好多次 因为怎样 我既要开药 又要帮他们推拿 那时候很辛苦啊 一天有时候二三十位啊 你们现在都有在做吧 二三十位楼下来 是什么等光景 你们知道啊 回去就贪婪了这样 而且那时候还不知道 懂得应用知识 有时候腰酸到不行 所以我那时候才开始发现 嗯 一定要学 有一些站姿 减轻那个腰的负担 所以才发展 哎 怎么站姿 怎么围蹲 然后利用身体的力量 不要靠手的蛮力 而是一步一步这样发展出来 哪有像你现在学得那么容易 不是这样的 所以它中间是这样经过 这样多次的更改之后 手法中你才确定 这样的揉法是最神力的 你们如果要改到比我更神力 我看很难 因为我一天要揉那么多人 然后又不让自己受伤 又不让自己很累 因为唯有改变知识 所以要懂得应用身体的力量 所以整个的发展 太辛苦了 因为你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 才能找出来 也就是就好像一条船 然后驶出去 然后要找到你要的目标 茫茫大海啊 你没有罗盘 也没有前人跟你画的地图 什么都没有 你这一条船出去了 你怎么到彼岸 你什么时候到彼岸 都不可知的 那只有在孤独中自己摸索 没有人讨论 中间不可能有人告诉 也没有书可以参考 只有怎么样 孤独的往前行 就是有时候想 我好辛苦找到 那像你们跟我都宿昧平生 那也没有对我特别好 那是不是一定要告诉你们 我这么辛苦来 就这样太容易给你们 会不会太可惜了一点 我又想到古时候 他们收徒弟有一种说法就是 你要跟我学要怎么样 三年四个月有没有 为什么要定立这种规矩 前三年扫地泡茶 帮师傅服事迭背 然后还要扫厕所 然后种种做了不埋怨 然后师傅看你这个德行还不错 然后经过两三年的观察 诶 确定这个人可用了 那我最后再把我的公分 利用四个月好好教你 不是三年四个月都在学 前三年学泡茶 学拖地 洗厕所 这是我看你们没有一个 帮我洗过厕所的 也没有帮我洗过桌子的 你们何德何仁 然后我就要这样 把全部告诉你们 但是又回过头来想 当时候我的发心 不是要解决怎么样 群人类的病故吗 如果我把它隐藏不说 那这个怎么能达到我的目标呢 那古代的什么 传子不传习有没有 那我传孩子 传一个也不能解决前天下 所以我说了一句话 我不传我孩子 我刚好相伴 我传给所有人 所以我一开始不教自己的人 连孩子都不教 反而是教你们 是这样 所以你们坐在这里 原来就把我五年所学的 一下子就得到 你们得得太容易 但又不大会珍惜啊 很多人是不会珍惜的 那这个是至宝 因为从未见过的 这么简单 又疗效这么快的 从未见过 这也是 我说整个的原始点的进展 前五年 那这个不是你们能想象 几乎真的就在孤独中度过 因为没有答案的 因为没有人走过这一条路 没有书可以看的 唯一的答案就在病人身上 所以我才会很深刻的 讲出这一句话 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